既然叫人车家全生态 那也就说明我在车上可以控制我家里所有的米家生态圈的设备 比如说我现在开着车我要回家了 我要到家了 我打开这个回家模式 那么家里的所有的灯光会打开 然后窗帘也会关上 那么我要出门了 我选择离家模式 那么窗帘就会被打开 灯光就会关闭 然后我还可以通过里边关联的设备去单独的控制 比如说灯 比如说像这些小米摄像头 也就是说你可以控制你家所有的小米设备 总体来说就是你家的小米设备越多 那么这一套人车家全生态可玩的花样也就会越丰富 总体来说其实这一套人车家全生态可玩的可玩性非常多 而且我觉得也是非常有用的 那么只不过今天的这个场景下的拍摄时间只有20分钟比较紧 所以我今天没有办法把所有的功能点一一展现给你们看 等以后有机会的时候我会都拍全了 那么你可以说其实这一套生态也是他最擅长做的事情 那么接下来呢我会把这台车开到路上去 去看一看第一次造车的小米能把一台汽车调教成什么样子 我们这次试驾呢全都是四驱双电机的麦克专门 最大功率495千瓦最大扭矩838牛米 2秒78破百 电池呢都是宁泽市代的这个三元锂电池101度 并且呢它是四驱车型都是800伏平台 所以它的充电效率从10%充到80%呢用时是19分钟 在方向盘的下边呢会有两个选钮 左边这个呢是自驾 目前来讲呢高速NOA已经完全开放了 但是城市NOA呢小米给出的开放时间是在今年年内会完全开放 左边啊是这个驾驶模式选择 旋转是驾驶模式的选择 按住会进入一个超增压模式 提供额外的扭矩输出持续20秒 关于这车的动力 其实我觉得参数一出来 再加上它是一款纯电车型 就不必解释太多了 它就是快嘛对吧 但是呢想说的是在运动跟运动家模式下 这台车的模拟声浪会打开 打开之后它的这个模拟声浪会挺好玩的 因为它的声音模拟的无论是质感 还是它的这种听觉的触感都会更加的真实 你听 刚才在拍人车家的时候我不就聊了吗 我说小米做生态做科技 那个属于老本孩手到勤来 但是造车他们还是大姑娘上轿头一回 他们能把一个底盘调好吗 因为有不少的新势力嘛 你可以看到科技玩的贼溜 但是呢 这种底盘驾驶的这种质感 你只能靠着像空气弹簧 加上CDC这样的硬件去充场面 那么这台小米苏西芯也一样啊 你像空气弹簧像CDC 前双叉臂后五连杆的悬架 其实一个都没落 我也就会产生这种怀疑 说它会不会也是这样的一个科技很溜 但是底盘质感靠硬件的这样的一个产品 所以昨天我还特意跟小米的这帮人去交流了一下 我那朋友告诉我 说你就去开吧 这台车可能会颠覆你对于新势力 调底盘这事的一个认知 那么今天我开起来 我觉得好 这兄弟没忽悠我 第一点 就是这一台车的底盘的整体质感 无论在各种模式下 它是厚重 且以舒适打理的 为什么要这么说 就是它的运动模式 跟舒适模式的理解 可能会跟其他车流点不一样 也就是说它的舒适模式 跟运动模式 在切换的过程中 你切换到运动以后 它底盘当然会变得更加紧绷扎实一点 但是不会出现一种邦邦硬的感觉 也就是没有过分影响到你的舒适 如果我一直是老老实实的在向前开 那么我几乎感觉不到 底盘的有什么太大的舒适性的这些影响跟变化 但一旦在运动家模式下选择高速并隔线 你会发现侧向的支撑非常的稳健 几乎不会产生过多的侧情 还有呢 就是在你的这个底盘质感上 它的底盘质感是一种厚重中带有一种柔韧 并且呢不会把路面信息都给你消磨掉 会极大限度保留路面信息的同时呢 美化过后传递到车的驾驶舱内 传递给你 所以这种感觉就比较的真实 另外一点呢就是转向 在舒适也好 运动也好 它们的变化可能只是在手感上会轻与沉 但是并不影响到转向精度 也就是说在即便舒适模式下 这个转向依然是没有虚位 并且指向性非常精准的 所以说总的来看呢 我会觉得小米苏七 这套硬件素养和调教的水平 我觉得是在线的 它是非常有风格化的 避免了很多新能源 新势力的这样的驾驶质感的千篇一律 动力不会傻快 而整个底盘调教的 比较有自己的风格化 这种感觉我觉得 真的是有日子 没有在存电车上见到过了 那么关于外观呢 我觉得这事还是我的观点啊 见仁见智 不去评论它的好与坏 你们喜不喜欢 自己心里都有一杆秤 但是有几点 我觉得挺好的 要告诉你们 第一点 是不是有日子 没看见这么浓眉大眼的纯电车了 在新能源越来越大众脸眯眯眼的前提下 能坚持做一个不一样的 我觉得这点非常值得点赞 第二点呢 就是半隐藏的门把手 也没有去随大溜 做成那种完全隐藏的 半隐藏无论是在实用性 还是在对于冬天北方的 这种气候适应性上 都会比全运藏来的更好 尺寸啊 长宽高 4997 1963 1440 轴距 整三米 这样的一个很标准的 中大型轿车的这样一个身材 我记得像 比如极客001 比如说像特斯拉的Model S 比如说像蓝图的追光 都是大概这种 5加3的这样的一个尺寸 一上车 启动 仪表盘翻转出来 挺有仪式感 另外呢 小米呢 毕竟是做手机出身的 所以 手车互联这块 必须得玩明白了 你看在 大屏的最下方 有一个手机小图标 点开以后 只要你手拿的是小米手机 那么直接就可以进行一个 无缝的一个投射 投射过来以后 就可以在这进行 手机上所有的操作 这也是支持你操作的 当然你会说啊 说现在手车互联格的多了 它有什么新鲜的吗 你如果选择是看视频的话 你可以把视频 还有按一键拖动 拼到这个车机上 那么这个时候 你的手机就会被解放出来 可以回微信 也可以说打电话 爱干嘛都行 另外呢 后排呢 也都支持这个派的的一个支架啊 你拿着小米的派的上车以后 把它往上一吸 那么它这个派的就变成了一个后排的娱乐屏啊 不仅如此 这个屏幕还可以去控制一些多媒体啊 等等等等的一些控车的一些东西 而且呢 不光兼容小米自家的派的也兼容iPad啊 所以说格局这块是打开了 另外呢 如果以后排做小孩的话 吸着派的 派的摄像头就可以变成一个后排 监测孩子状态的一个摄像头 父母呢 在前面开车 就可以通过车机 实时的来监测后边孩子的一个状况 另外呢 在手机收纳这块呢 我觉得彻底贯彻了小米是一家做手机出身的 前排主副架都有的 这个无线充电板就不说了 副架门板上还有一个专门给手机提供的一个置物槽 另外在后排的空调出风口区域 下这啊 也有两个给手机的这样的一个储物槽 除此之外呢 在前门以及后排的座椅下方 有四个雨伞槽 中后台下部呢 有一个很大的操控区域啊 可以放很多东西 另外呢 在这个位置可以看到啊 有一个相分合 相分合底下会看到有触点 那么 车内这块除了相分合 你还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 变成像音响 或者说今天我有出门 我需要对讲机啊 有一个对讲机的这样的一个充电盒 都可以 很轻松的置换 插进去 这点我觉得动脑子了 那么在这块置物台的上边呢 会有两个挂钩可以放平时我们买的咖啡或者说外卖的道可以挂在这边 那么在上面呢还会有一个手电啊 这个手电呢 它可以照明 另外呢 它还可以变成充电宝给手机充电 还有呢 另外一头是一个破窗戏啊 一个三合一的手电 在后排呢 还有一个可以容纳大约6T饮料的这样的一个冷暖箱 另外前备箱跟后备箱的储物空间都挺充裕的 综合看下来呢 苏七的这个储物空间一来是非常的多啊 很宽裕 第二点呢 就是设计团队在定义产品的时候真的能看觉出来是动脑子了啊 至少它是会有很多场景化需求的一些思考在里面 最后呢 过一下成绘空间啊 我的身高1米85 我现在前排座椅降到最低调整到一个我合适的驾驶坐姿 头部空间一全零两指 前排不动 我在后排啊 现在腿部空间大概是一全零三指 头部空间呢 大概也是三指 这台车的一个腿部空间其实是足够充裕的 头部空间呢 我觉得也OK 毕竟我1米85的话坐在这有三指 不能说很宽裕 但是如果你没有我这么高啊 我觉得或者在坐的初溜一点 我觉得整体的头部空间也有一个不错的表现 但是呢 后排我可能有几个点吧 首先第一点我会觉得 这个座椅的靠背太过于垂直了 如果它能再躺倒一点 那么我坐起来就会更舒服 另外呢你们能通过画面看到啊 其实这个后排的坐垫是足够长的 它基本上我坐下以后跟我膝盖位置是重合的 但是呢 一是坐垫的角度啊 太平了 如果能翘起来一点 或者说呢 坐垫前端再加后一点 那么就会对于我大腿有更好的一个承托性 小米呢 给苏西这次的定位呢 是三个五十 五十万以内最好看 五十万以内最好开 以及五十万以内最智能的高品质好车 关于好看这事 咱见仁见智 不去评价它 而好开 的确 我可以负责任的说 这台苏西是我近几年开过的纯电车里边 整个的地盘调教 特别有风格化 特别有自己风味的一个产品 那么最智能你们也看到了 对吧 通过这台车 完成了整个米家生态圈的闭环 对吧 从车到家 家再到车 也是一种新的 使用汽车的一个场景 最后呢 我们聊点私货啊 还是那句话 都是个人观点 不喜无喷 既然呢 已经聊到了五十万 那么就肯定是猜猜猜的价格 因为此时此刻 拍摄时间是2024年的3月17号 那么由于保密协议的关系 你们看到这条视频的时候 应该它的价格已经名盘了 但是呢 在此 我还是想对它的价格呢 有一波小的猜想跟期待 首先来讲啊 我们在这两天的workshop沟通中 就会发现 整个的PPT中出现的 最高频次的一个竞品车型是谁 是特斯拉的model 3 那么 而这台苏西 它的体量级别是 比model 3大了一号了 所以它的级别是不对等的 那么能对等的是什么 只有它的价格 或者说 它想去 抢的目标的前客市场 而model 3多少钱 大家心里 大概有个谱 所以 它的价格 也应该能有一个合理的推论 但是呢 我个人带点私心啊 我其实还是希望 小米可以把苏西定成一个特别符合 你家的价格策略 就是交个朋友的价格 好 以上呢 就是本期关于小米苏西实价的全部内容 如果对于它 你们还有什么想聊的 咱评论区见 我们下次见吧 拜拜 拜拜